在我們演奏的過程中 也請我們的蔡昌宏團長為大家做曲目的解說 我們先來掌聲 來謝謝等一下我們的蔡團長來掌聲 蔡昌宏,謝謝 同學院學習,他們一直叫團長 這個團明明都是學校的 對,我是師肢團的團長 各校的指導老師 我們有一群志同道合的異業同胖的老師 我們就是到頓學學校去推廣這樣的一個 懸略的教育 所以簡稱團長 跟新英國小的最大家長 就是我們的蔡校長 吉美哥最大的家長就是我們的高校長 當然這幾年 剛才在用就位的時候 我稍微簡單介紹一下 剛才校長會長提到 這兩個學校很相似 就是成立的時間 一個是2016年7月 吉美國小 一個是2016年11月 也是我們的新英國小 成立的時間差不多 可是他們比賽的路程也差不多 吉美國小比的今年是第五次比賽 因為計算從2017開始比賽 連續比五年了 新英國小 在創團的半年的時候 就到了 百年 我們2017年是我們百年校慶 我們就到了新英文化中心表演 那這幾年我們比賽成績剛好 連續兩年 或者新的吉美的編合 連續的三年進全國 所以兩校的歷程上差不多 當然呢 我們這邊有很多語會的那個 沒有學學院的孩子 你會發現學學院的孩子 第一個 除了等一下會拉琴之外 我們還可以到處的 去遊歷 去遊玩 去拜訪 為什麼 因為在疫情當之前 我們的新這個吉美國小 還到那個新加坡馬來西亞交流 在疫情5月爆發 我還記得5月10 可能是15號左右 他們剛結束5月10號之前的 澎湖花火節 唯一國小團體邀約 所以他們 在很多家人支持之下 他們到了各地上去 展現他們平常累積的奇異 今天第一首曲子 他們要帶來這個曲子 其實 這個曲子他們只練了 一個月左右 因為他們知道要來這個地方 然後再來我也跟指揮老師討論說 我知道我們高校長 是那個 我們原住民最漂亮的校長 雖然我們沒有 哨族 我們沒有哨族的曲子 可是呢 我的編曲家 我們合作的李哲毅老師 這金曲獎的 著名的編曲的獲獎者 他編了一首 泰雅序曲 它是泰雅 把古调所改編的 當作記得好幾年前 我們南口的親愛愛樂 有演過他 還把我們這首曲子 原住民的改編曲 帶到的 奧地利的維爾納去 聽到說原來台灣的音樂 是這麼好聽 那泰雅序剛講什麼 他就說 他一直就說 跟我們爸爸跟你講的 好好念書 好好努力 原住民後沒有太大 他只道過孩子說 你要好好活著 你活著 要把握你所做好的東西 我相信這種東西 是傳承在每一個 我們可以專心做的事情上面 所以第一首曲子 我們就帶來這首 泰雅序曲 掌聲歡迎我們的指揮 我們林靖軒 林老師 我這麼好 ...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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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